纸币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流通时了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胶子的出现 标志着一千年前的中国经济 已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收藏了一块南宋行载惠子库青铜板 它就是最好的文物立正 有请国宝登场 胶子是中国最早的纸币 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 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 在四川境内流通 而在这之后诞生的惠子 则是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的货币 这件行在惠子库青铜板 为南宋少兴年间所发行 版面正中横书 行在惠子库五个大字 上部左边刻有大一贯文绳字样 右边刻有第一百石料字样 中间方框内刻有 伪造惠子犯人的惩罚内容 该铜板的雕刻记忆精湛 印板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 它所传达的货币文化要素 至今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从胶子到惠子的使用 体现出了当时钱币的一个重大变革 可见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 惠子是在焦子之后出现的 它是于南宋时期发行的货币 焦子惠子的出现使我国货币 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